你的智能主播 AI财晓星为您播报 财新早报2024年3月29日 每日重磅 随心听财新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的重要资讯有中钢协 严防低价抛售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3月28日发布倡议书 提出近期钢材市场波动明显 存在追涨杀跌现象 放大波动幅度 不利于钢材市场平稳运行 钢铁企业要理性看待市场波动 保持战略定力 反对低价倾销 抵制恶性竞争 共同营造公平稳定的市场环境 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管控好销售渠道 严防低价抛售扰乱市场行为 避免市场踩踏 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中钢协表示 春节以来 钢材市场快速下行 呈现出高产量 高成本 高库存 低需求 低价格 低效益的三高三低局面 短期内钢材市场大幅波动 不利于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为此 中钢铁倡议 近期市场下行的主要动因 源于需求不足 钢铁企业要主动作为遵循 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 以供需平衡为原则 这自律生产方式降低生产强度 今年国内煤炭供需将保持基本平衡 或存区域性供需错配 财新网3月28日消息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举办2023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发布会 中文协政策研究部主任郭忠华在会上作出预测 2024年国内煤炭需求和供应量均会保持增长 二者将保持基本平衡 郭忠华解释 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向全面绿色转型 清洁能源发电并网规模快速增长 对燃煤发电的替代作用增强 但也要看到迎风度下 极端天气等情况 对煤电的顶风保供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3年中国煤炭产量和进口量均创历史性高 分别达到47.1亿吨 4.74亿吨 煤炭供需关系明显改善 全年现货均价回落至974元每吨 同比下降25.4% 截至2024年3月28日 环渤海动力为现货价报844元每吨 同比下降6.2% 中国华能副总工程师赵鹤被查 据财新网3月28日消息 五大电力央企之一的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赵鹤被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中国华能副总工程师赵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国华能纪检监察组和辽宁省安山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赵鹤现年61岁 黑龙江人从华能发电厂的基层干部干起 从事电厂的生产运行管理工作多年 今年以来中国华能已有多人被查 2月7日集团委派的专职董监事马玉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中国华能纪检监察组和辽宁省安山市监委调查 马玉刚曾在华能内蒙古东部能源有限公司 华能通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担任高管 电价持平煤价回落 煤电企业2023年净利大增 财新网3月28日消息 3月27日晚 华电国际披露2023年业绩净利润45亿元 较上年同期1.16亿元的净利大增约38倍 而2021年华电国际亏损高达50亿元 华电国际称 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2023年煤炭价格下降 新投产项目贡献了增量效益 另外五大发电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 华能国际中国电力和大唐发电近日也发布2023年财报 净利纷纷上涨 这三家企业2023年净利分别为84亿元 31亿元和14亿元 同比大幅提升214%16%和435% 华能国际和大唐发电 在2022年业绩为亏损 亏损额74亿元和4亿元 据各公司披露 华能国际和大唐发电 2023年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均达到88% 中国电力称 2023年公司大型煤电机组发电指标 全部通过市场获取 市场店销售占比达100% 中石油谈海外布局将集中于一带一路与海洋资产 财新网3月28日消息 在中国石油2023年业绩发布会上 中国石油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张道伟向财新表示 在中国石油的海外布局中 油气业务将更加集中于一带一路和海洋 同时将增加天然气勘碳及业务的份额 降低碳排放 中国石油的海外业务发展已于30年 海外油气权益产量连续五年突破1亿吨 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油气权益产量占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以上 2023年财报显示 中国石油海外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0105.07亿元 战集团总营业收入的33.6% 实现税前利润人民币417.26亿元 战集团税前利润的17.6% 昆仑能源2023年净利增8.68% 昆仑能源3月25日发布的全年业绩 该集团2023年度取得收入人民币1773.54亿元 同比增加3.15% 公司股东应占益力56.82亿元 同比增加8.68% 每股基本盈利65.62分 米派发股息每股28.38分 公司天然气销量达到492.85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9.6% 公司碳排放控制养好 2023年甲烷排放强度较2020年下降32%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6% 全年节能量2400万吨标准煤 首单水电项目加时中国电鉴清洁能源Lite上市 加时中国电鉴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3月28日公告上市 公告显示 加时中国电鉴清洁能源Lite于2024年3月15日正式成立 基金存续期限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6年 认购价格为2.675元每份 本次发售总额为4亿份 募集金额为10.7亿元 公告显示 加时中国电鉴清洁能源Lite的底层资产 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的五一桥水电站项目 总装机容量为13.7万千瓦 多年平均发电量约5.3亿千瓦时 从投资机会来看 水电站运营成本较低 收益稳定 同时兼具节能环保特性 A股市场的水电行业上市公司也因其成长性和高分红 被投资者广泛关注 该项目原始权益人为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总装机约280万千瓦 年发电能力超过120亿千瓦时 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电力投资领域的骨干企业 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 累计发电量突破1万亿千瓦时 据科技日报3月26日消息 国家九大清洁能源基地之一的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 累计发电量突破1万亿千瓦时 绿色清洁能源发电量减排二氧化碳约8亿吨 相当于800多万公顷人工零的固碳量 目前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已投产7座大型水电站 5个风光新能源项目 总装机近2100万千瓦 年发电量约900亿千瓦时 中国华电与西门子能源签约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协议 据中国华电3月27日消息 中国华电党组书记 董事长江毅在华电总部会见西门子能源全球总裁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 并共同见证中国华电与西门子能源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协议 中国华电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吴敬凯 西门子能源全球高级副总裁姚振国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江毅表示 希望双方以此次协议签订为契机 把握低碳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进一步深化 在海上风电电网接入 绿色氢能极多为能源转换 燃机掺氢燃烧 国际业务合作 以及提升存量项目经营滞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能源产品价格指数汇总 3月28日收盘 WTI原油期货合约报83.17美元每桶 上涨2.24% 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报87.48美元每桶 上涨1.61% 3月28日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报1821点 较前日下跌1.3% 3月28日 互同主力合约2,404收报72,380元每吨 较前日上涨0.64% 互旅主力合约2,404收报19,455元每吨 较前日上涨0.23% 罗文刚主力合约2,405收报3,481元每吨 较前日下跌0.60% 交媒主力合约2,405收报1,570.5元每吨 较前日下跌2.67% 3月28日 据财新数据 光伏硅料多金硅价格为60元每千克 与上日持平 多金硅价格为59元每千克 与上日持平 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11万元每吨 与上日持平 广东能源用轻价格为2.3元雕方 与上日持平 以上是财新今天为您带来的资讯 更多深度报道请下载财新APP 订阅财新通月定五折优惠 每月仅需4.99美元 活动详情可登陆Twitter搜索财新通查询 更多人 教订阅资金